轿车经过路口 没注意执行车就右转 接着 蓝色轿车擦撞之后 在前方停下 一名黑衣男子 怒气冲冲的下车 朝后方走来 谁想他要来算账 打电话报警啊 同行的白色自小客也靠边停 总共两名男子慢慢走过来 一脸火大的样子 是一驾驶下车理论 您好 我这边车子发生碰撞 这个是文化路 报案电话才讲到一半 黑衣男子突然冲向驾驶 挺胸呛瞎 把车内的女子和小孩都吓傻 跟警察报案地点都讲不清楚 就是文化路上 头桥这条路 事发在嘉义民雄文化路上 3号凌晨12点多 原来被撞的驾驶 在路口右转的时候 没有礼让执行的蓝色轿车 让蓝车驾驶来不及反应撞上 才气到下车理论 被撞的自小客 后照镜和板金磨损 警方货报到场 双方情绪才缓和下来 到派出所做笔录 春节出门发生意外擦状 没有礼让执行车的肇事驾驶 当时还带着亲友和孩子 下车跟年轻人理论 过程火爆 还好事后双方和解 TVBS新闻 吉减亨 嘉义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 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